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网友 欢迎来到微楼阵线 那么我们接着来关注 我们周边的这些情势 以及国际这些事务 那么首先一个呢 我们要通报一个事情 解放军运20运输机空降莫斯科 外媒关注中国是否军援 这个北极熊 外媒报道 解放军一架尾号 20248的运20运输机 6月29日降落在俄罗斯莫斯科机场 任务不明 截至目前尚未有官方声明 西方专门报道军事新闻网站的 防卫部落格4日报道 根据Florida24网站公布的详细飞行记录 解放军一架尾号 20248的运20战略运输机 6月29日降落在俄罗斯莫斯科机场 飞行途经 阿尔泰斯基边疆区 丘明州 叶卡吉林堡和喀山等地区 报道指出 有关印20降落在俄罗斯 目前并没有官方声明 报道表示 尽管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 中国直接向俄罗斯提供军事物资 研判西方不会有明显的制裁动作 但印20降落在俄罗斯 已经引起中国是否开始军援俄罗斯的担忧了 对于中国双边有与双边均接触 报道指出 河罗斯透过向中国兵器工艺集团订购 其生产的沙漠穿越 1000-3型 全体型越野车 形同中国以插边球的方式 向莫斯科提供 模拟两可的军民两用装备 据悉 河罗斯已经订购1500辆 该型越野车 目前已交付500辆 同时 该批车辆 据报已完成武装化 安装机枪 担任反乌链机的检疫防空作战 那么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中国真的就已经开始军援俄罗斯了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 飞机给你开到莫斯科去 之前也开过 那么你西方 你欧洲 你美国 老兵说过 不要天天那么老逼 天天就恐吓中国 吆喝中国 说这事 说那事 说中国们 怎么怎么样 援助俄罗斯们 要搞我们了 金融制裁了 说的 一堆又一堆的漂亮话 我觉得 这是很有问题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当时已经说过了 你欧盟 对吧 动不动给中国 没有一好态度 要想中国不军援俄罗斯 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 那么你自己要到位 你今天开始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刻意40%的临时性关税 40%的临时性关税 你这个钞票收得很舒服 很舒服 那解放军 运20就降落在莫斯科 那你来制裁 你咬我 我没有被你直接的看到我军援俄罗斯 你在这个地方搞我 那我就军援莫斯科了 怎么了 对不对 再一个 台湾今天又争到六艘军舰 36架次战机 包围台湾 战术内切台湾 大家在台海这边 不要麻木 他这个动作 这些动作连续如此大的 全包围战略 包围 战术内切 这些态势 确实让台湾内部 非常的恐慌 你看这个国民党的 蔡振元 又在屌这个卢沙爷 说 什么叛乱政权 怎么怎么样 哔哩巴拉的放一堆 他妈的连环屁 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连环屁是又臭又想 他这个就是连环屁 所以说 这就代表了 他们的一种心态 确实很着急 现在已经感觉到 要面临灭顶之灾 泰山压顶之事 在脑门上 所以你说他能舒服吗 所以又在这个地方 去骂这个卢沙爷 所以说老兵已经讲过 美国今天恐吓中国 欧盟今天恐吓中国 跟中国老逼 中国有的是办法搞他们 美国为什么要指挥欧盟 来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新兰汽车可以重税啊 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现在美国 他没有办法 再跟中国俄罗斯来搞 因为现在美国领导人的 拜登的 所有的 一切的 全面的经历 全都是美国的大选 现在已经向迪士尼 向迪士尼作为民主党的 金主 他已经说过 如果 拜登 继续参选的话 将撤资了 就不给钞票了 就不给钞票了 很多个金主都已经讲了 给你五天时间思考 如果拜登继续去选 我们钞票全部都 资金全部都断掉 全部都断掉 那么这个就是 拜登目前头很痛的 人家说 要让奥巴马的老婆出来选 奥巴马的老婆出来选的话 有50%的这个支持率 高于川普的39% 所以说 拜登也说 这个川普也说了 他不希望换拜登 因为换拜登的话 他可能就没什么胜算了 但这个我们不去管 所以说 我要讲的意思 我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 美国 现在 大选 在11月之前 现在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了 大家知道打篮球 有垃圾时间 对吧 现在就进入到垃圾时间了 然后再一个 那么就是让欧盟来挑起这个大梁 欧盟挑大梁 OK 可以啊 没关系啊 你欧盟要跳出来是不是 那我 直接公开的降落在俄罗斯 我就告诉你 我他妈是送武器去的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生意 是需要用军用飞机去送 你民用的东西要用军用飞机去送 那太夸张了吧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给欧盟的 这个直接的这个回应 就是这么简单 你制裁我 我不跟你搞什么 除了我制裁你的猪肉 你的乳制品 你的白兰地 烈性酒 这些都是跟你农民相关的 打你的气寸 我同样的 我军援俄罗斯 我当时就已经讲过 北京报复西方很简单 军援俄罗斯 一个就把台湾给围起来 马上做出这个 这个这个要打之时 你看他怎么样 现在的结果就是 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任何的壁话 西方在那里讲 运烟林进入到俄罗斯 又怎么样呢 中国本身就一直在军援俄罗斯 很正常啊 大家说了 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本来我们还遮遮掩掩掩的 就告诉你 没有没有 没有这么一回事 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 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好 它再一个就是 对台湾的这种 灭顶之带 灭顶之带的这种态势 要压它 压了他们不停的轨叫 无人机去什么 还要到台湾本岛去 进行干扰 干扰他的飞机航线 让他飞机不能正常起飞 搞他嘛 抓他们的渔民嘛 驱离他们的渔民嘛 叫他们海军鼠滚蛋嘛 再积积歪歪 我觉得可以把海军鼠也给他抓起来 对不对 然后美国在 美国在 菲律宾撤出 提封中程弹脑导弹系统 要求马克思缓和南海局势 为什么 全面为了大选 所以说现在中国一看习近平在西部跟塔吉克斯坦又进行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国跟塔吉克斯坦全面向西 全面贯通 全面这个地方全部都大稳定 大团结 我们才是一个稳定团结的组织 哪像你们那些组织 都是在那里脚楼造作装逼呢 一个一个 你看这一次机器峰会在意大利开的像什么样子 那个苏纳克 他想着这个梅洛尼呢 还要去亲吻人家 把人家的眼睛都给吓得 对他就躲开了 这叫阿三基因觉醒 再一个 普京与逊安利总理欧尔班会面春宴院探讨和平协议细节 欧尔班总理 7月5日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普京向欧尔班表示 愿意就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和平建议进行讨论 罗斯特7月5日 匈安利总理欧尔班同日较早时间抵达莫斯科 他与普京进行会面 并表示希望讨论对欧洲重要的问题 欧尔班向俄罗斯媒体称 匈安利已渐渐成为最后一个 可与所有国家对话的欧洲国家 在克里姆林宫与欧尔班会面的普京表示 他已经准备好就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和平协议的细节进行讨论 普京指出 他准备听取欧尔班对乌克兰议题的立场 听取欧尔班对其他欧盟国家的看法 所以说 欧尔班去了这个 俄罗斯 作为欧盟人数主席国 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 他不撅美国的这个威胁 美国现在管不住了 你看 我说过美国现在拜登已经失去权力了 因为他现在 没有精力来跟你 来搞什么欧盟 搞什么俄罗斯 搞什么中国 他现在就是每天 就是在纸牌屋里上演的那一幕 凯文史派 其实坐在 土耀星办公室里面 他们这些党编 这些众议长 这些他妈逼的什么 参议长 副总统什么 让些把他都出来 就跟他讲 我们不希望你参选 他现在都在面临这个事了 我们不希望你参选 你真的就不行 你要选的话 我们肯定是输的 你别选了 现在面临这个事了 所以欧尔班也根本就不去不撩美国 对吧 然后直接到俄罗斯去 因为他可能要压保川普 他这个举动也是认为川普可能会上来 这样的话 因为川普说过想要让俄乌战争立即就结束 立即就结束的原因也很简单 直接就是不支持这个乌克兰就完事了 而且欧尔班去俄罗斯之前 也是去了一趟这个乌克兰 去了一趟基辅 见了一下这个小泽马利亚 所以说呢 现在的油管 妈比言论管控特别严格 我刚才那一集标题都打不出来的 妈又是黄标 我说了 大家都知道 我那集说了些什么事 我那集说了些什么事 他又给我黄标 很无语啊 真的 所以说这种收紧的言论呢 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